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在135课呢 我们又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我们直接音语和间接语的转化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呢 我们的主语 也就是从句主语的人称 不但很容易发生变化 甚至于我们动词的时态 都很可能要发生改变 那么今天呢 就这个方面的知识点 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强化练习 比如我们来看一个句子 有一个人啊 曾经或者是一个小时以前 这都无所谓的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I will leav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这句话字面本身的意思是 后天啊我要走了 接下来啊 我就想把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其实是一个直接音语 我想把它改成间接音语 给大家一个主句的主语 和主句的位移动词 给大家一个 给大家一个说主句的主语 和主句的位移动词的机会 比如别人反问 What did he say 他刚才说什么来的 或者是他曾经说了什么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说呀 我们应该说 他当时说 当然引号原话是 后天我要走了 拆了引号呢 我们可以说 He said 这个我就是说话的那个人 就是他 He 而拆了引号以后 你就不能说现在的将了 应该是当时的将 所以我们得把 Will leave 改成 Would leave He said He would leav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好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给大家再做几个练习 比如 有一个女士她说了 她说 Sam will open the door 她说 Sam will open the window 刚才可能一个小时之前 这个女士说 说Sam 要把那个窗户开开 那么 下面我问了 What did he say 他刚才说什么呀 我没听见 你再重复一遍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对了 应该是 She said Sam Sam是不能变的 因为这个人还是这个人 对吧 但是我们得把 一般将来是 变成过去将来是 She said Sam would open the window 他当时说 Sam 当时将要把这个窗户打开 I will change some money 我要兑换一些钱 换点钱 What did he say 他刚才说什么来的 我们应该说 He said 这个我是不是就是那个男的呀 He 得用过去将来时 所以说 He said He would change some money 他当时说 他当时将要换点钱 再看一个句子 It will snow tomorrow 明日要下雪 那么这个人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没听见 我问 What did she say 他刚才说什么来的 She said 这个It就不要变了吧 老天要下雪 到什么时候都是老天的 对吧 我们只需要变 这句话的时态 She said It would snow tomorrow 他当时说 他刚才说 明天将要下去 是当时的将 They can't afford it 他们支付得起 下面 What did they tell you 他们刚才告诉你什么来的 那么我们陈述句怎么说 They told me 他们告诉我 这个they是不能变的 他们当时能支付得起 所以我们得把这个情态动词变成过去式 They told me They could afford it 他们当时告诉我 他们当时可以支付得起 还是那句话 英文很较真 词一识比语识 也许是一个小时之前说的 那也是当时能 也不代表现在能 I can't understand French 我可以懂法语 我懂法语 What did he tell you 他刚才告诉你什么来的 他刚才告诉我 他懂法语 中国人这样去说 但是呢 英文中 你要考虑到时态的变化 He told me He could understand French 我们得把 这个can变成 它相用的过去式 could 再比如 I can finish it 我能完成 What did he tell you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的 我们怎么回答呢 对了 He told me He could finish it 他当时告诉我 他当时能完成 还是词一识比语识 我们得把情态动词can 变成could 过去式的形式 I may retire 这是有个人 刚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没听见 我得问呢 What did she tell you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的 我们怎么说 She told me She might retire 他当时跟我说 他当时可能将要退休 所以我们得把may 变成过去式might 好 最后一个练习 We may arrive tomorrow 明天我们将要到达 我们很可能明天到达 那么 What did they say 他们刚才说什么来的 他们说 They said 我们是谁 说的就是他们 They said They might arrive tomorrow 好 关于直接音语和渐进语的变化 大家千万要考虑到 动词时态变化的因素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